第32题,32题到35题是题主,阅读文章回答32到35题,简性燃料电池AFC是一种燃料电池,由英国发明家法兰西斯汤姆士培根所发明,以碳为电池并使用氢氧化钾为电解值,操作温度约为摄氏100到250度,最新的简性燃料电池操作温度约为摄氏23到70度。 NASA早在1960年便开始将它运用在太空梭的发射及人造卫星上,包括阿波罗计划也使用这种燃料电池,FC的电能转换效率为所有燃料电池中最高的,最高可达70%,这种燃料电池通过氢氧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电力。 整个电路的半反应是与全反应是如下,S级半反应,氢气加两个氢氧根产生两个水加两个电子,Y级半反应,氧气加两个水加四个电子产生四个氢氧根,总反应是两个氢加上一个氧产生两个水。 第32题问我们说,请问碱性燃料电池S级与Y级分别为何者?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的教法叫做正级就是正电流出,负级就是负电流出。 这是一个上课让同学理解的简单说法,与事实是不合,因为电路上只有负电会在动。 那么我们的正级是正电流出,就表示是负电流入,也就是失去电子产生电子的为负级,得到电子的是为正级。 而我们看到前面的反应,S级的半反应,它产生了电子出来,所以它是负级。 而Y级呢,我们得到了电子,也就是我们的负电是进来,表示正电是出去,所以Y级就是正级。 所以X级是负级,Y级是正级。因此第32题问我们说,请问碱性燃料电池S级与Y级分别为何者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X负级,Y正级。